王福縣長由社勞處長秉治中陪同參加致視的首映會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張英正 以及衛福部退休專委黃紅魔也出席 街邦影片主角竹山高中學生張嘉輝、張恩瑞 以及阿姆的信物海報主角小鹿奶奶、陳秀霞也都到場 還有很多社區協會幹部以及民眾專程前往欣賞 王福縣長指出 今年社勞處動之110萬元 委託拍攝的兩部社區文電影 除了專業演員更動援社區老少一起演出 讓大家看到社區青年熱心擔任職工 陪伴社區更小的孩子文殊克服展現出愛、活力 以及履歷服務發展、護學共產的正向力量 每個人都能在社區留下服務付出的步履痕跡 今天代表許淑華縣長來我們南投市的南投戲院 這個也是我們南投市僅存也可以說 各縣市的鄉鎮小鄉鎮很難得存在的南投戲院 來參加主持我們南投市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委託拍攝的我們今年度的五部電影 其中的兩部關於社區的故事 那這個我們這兩部電影呢 主要的是以社區發展協會為核心 我們希望透過社區發展協會 對於社區的服務以及居民的交流活動 由現任務輔導的相關的工作的發展 來彰顯我們社區的重要 那我們不是一個不只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們都活在社區裡面 那社區的每個人能夠發揮不同的功能 來幫助社區也幫助自己的成長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年的第一部片子 是在我們竹山的滬州社區 那是我們在裡面描述 包括我們這個社區的成員 對於在就學中的孩子的半讀 我們今年的志工來陪伴孩子 我們另外一部片子叫做阿母的信物 就是描述一個少女 一個他母親離開以後 他發現他陪伴他母親的時間太短 但是他到社區裡面發現 原來他母親在社區裡面 留下很多在社區裡面的影像 他的生命是豐富的 他跟人群的互動是很多方面的 他在慢慢的內心裡面感到安慰 不再那麼傷感 那也讓這個電影也啟發我們 我們在陪伴我們的父母的時候 要即使時間常常很快就過去了 那我們除了關心他們以外 也要陪伴他們 讓他們能夠在社區裡面協助他們 在社區裡面能夠得到很多美好的記憶 參與演出的張家維以及張恩瑞的管事 由於本身是社區導覽員 因此對於社區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在拍攝的過程 也讓自己對社區有更加進一步的認識 那非常感謝就是富州社區的里長及理事長 邀請我來演這齣戲的主角 那我是來自新住民之女的家庭 那我就是用新住民之女的角色 來介紹我們社區的產業文化跟歷史 那本身我也是富州社區的導覽員 所以我就是用我也會一些越南語 那我就用越南語來介紹我們富州社區的文化產業 導覽給遊客知道這樣 那很高興能被社區邀請來演這齣戲 那我也里長跟理事長也邀請我的媽媽 也是越南籍也來演這齣戲 非常感謝她很重視我們新住民的這樣子女的家庭這樣 我演出是女角色 然後這一次讓我就是了解到社區 她為了很多幫忙老人的服務 而且做了很多有關懷老人的事情 然後 不是我是演的是小喬 是演的是男主角的 就是她幻想中的女朋友的角色 對 因為她還沒教到我 對 所以是幻想中的角色 好像因為太緊張 然後裡面的天氣就是 裡面沒有電風扇 然後有點熱 然後有點緊張 然後有點緊張 她的她手 她口中的小喬 她口中的阿倫阿嬤 是我的阿嬤 對 然後來我們家拜訪 嗯 順老處指出 縣府推動社區發展 在中央社福考核十餘年來 都獲得特有肯定 在全國社區選拔 更擴獎無數 在262個村裡下 目前已經成立277個社區 更有143個社區 高達51% 參加過縣級社區評鑑 顯見社區發展熱絡與成熟 記者陳金智南東市採訪報導